有些時候問為什麼呀 為什麼別人就是會找我去負擔啊 先天腦性麻痺 四肢變形蜷縮 18歲的韓洪英從未就醫 沒錢沒錢 借錢借不 一會兒家庭就沒人敢借給 就去那兒我們就放棄了 我想我也不能承認他負擔 不一定要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好 每天都在鍛鍊 但是腿更小 都不聽我的實話 四姐我這樣想行不行 來源家的志工 定期拜訪 為他家教 打開的其實是新 他在他腦裡 他就覺得他就是一個恐怖也是的 別人一來到我家 我就不敢再鍛鍊了 真的很怕別人 看我的那一隻眼光 我們就一直就不離不棄的 就來一個月最少 最少說來兩次 所有疑難雜症最終渴望 在北京獲得醫治 志工拜訪的這一位 丁宇晴來自江西 就讀初中罹患口腔惡性肿瘤 巨額醫療費用 患者家屬酬煩 陪伴的志工也覺得無力 其實開始我們覺得 能夠補助的真的是很少 而且有的時候會想說 想幫他們 又幫不上 心裡邊也蠻著急的 不過錢 不是唯一的牽掛 還有更多事可做 上次上來就鬧脾氣 不願意 不願意氣了 受不了了 沒事的 不許哭 好棒 不哭不哭 媽媽不是在告狀 不是 以前說實話 壓力也確實是很大 從跟他們結交了以後 就是說有些時候 比如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不開心的事情 當作學習 慢慢地靜下心來 一切都會過氣的 就這樣子想 真的那個心就平靜下來了 勒頭 腦性麻痺的韓洪英 手術也看到曙光 此地志工找到醫院 醫師無常動手術 感謝你們這些好心人 降低醫療費用 手術費從10萬 減為5萬人民幣 家人集資了 是1萬多塊 然後愛心人士集資了 差不多1萬8千塊 實際補助2萬塊 18年期望的這一生 韓洪英還有第二階段的 手術要進行 能不能恢復行腫能力 是未知數 觀觀難過 愛也是一鐵藥方 那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非常好 像 很厲害 非常好